我叫他说 钱一寄一千块过来 我要买兰蕊之内的 然后他就只给我寄五百 每一次说 要求说他寄一千块过来 他就给我寄五百 总共给我寄了三次 一个月才给我寄了一千五 有发信息叫我给他挥钱过去 我又想我给他挥钱过去 挥钱他们两个当然要生活要吃 我再给他挥 我就慢慢地给他挥过去 我给他挥多一点 你到时候又待在那里又不回来 为什么没想过 那我就去把他们接回来 接有半个月的时候 半个月中途有 我打算到广州去接他们 接他们在电话里面 他又凶我了 然后我又不管 为什么他一凶你 你就什么都不管 因为说他的性格 就是说最主要的 还是两个人说话 我说的话他也不重听 他有时候我在跟他通电话的时候 就像大人在骂小孩一样 你受不了这个 对对对 我受不了这个 而你解决的方法就是 那我就不理你了 对我不理你 你过理的我过 我切实是口气不好 但是我有好好跟他说过 他还是不理的 结果到了一个月 是我亲戚给他打电话说 来叫他来接我们回去 他才来的 然后他还跟我亲戚说了 我怎么怎么的 就是到这说我不是吧 最终回去了吗 最终是我就跟他回去了 这次回来以后 就回来以后就是还是那样 然后我看不到他 真的有的改变 因为他是想通过这一次 让你认识到你的错误 你觉得 我的错误有 但是他不能老是把小孩带走 我心里面我就认为是种 威胁老是要用小孩来威胁我 我就感觉日子过得很委屈 我就觉得好像事情没姐姐 就这样 两个人就这样 好像相扭在一起 心里这个气还堵着 是是是 就感觉没有一个姐姐的办法 人回来了 可气却没减半分 李女士觉得 就这么回来了很是憋屈 而李先生觉得妻子过分 也是憋着一肚子火 虽然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 可两个人都是气呼呼的 老是说话说话说不到几句吧 两个人就要吵起来 吵了之后 他也不会说 给我吵多久 就吵几句 然后就不理我 然后就两个人就开始冷战 我觉得就说 七年到现在 如果两年时间 有24个月的话 我们有20个月的时间 是在冷战七度过 李女士说 因为孩子很小 每天他只能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而丈夫李先生早出晚归 见面的时间本来就不多 而夫妻俩长期的冷战状态 造成沟通上的隔阂 让他们几乎成了 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感 李女士觉得 这样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她希望改变这种状态 在临近中秋节的一天 她向李先生提出了 她的一个建议 有一次过节的时候 我前一天就跟她说 我说她老师每天加班 晚上很晚才回来 我说我长期这样 在家里带小孩 就像坐牢一样 我说明天过节 老师明天的时候 带小孩一起去海边玩一玩 结果第二天 她白天还是去做事的 到那天晚上 她就叫上跟她一起做事的那些人 说他们要去 就把我们母子放在家里 我就很生气了 我就看她走到楼下 要上车了 我就给她打电话 我说回来看孩子 我说你如果不回来的话 我说你回来就看不到 我们母子了 后来她就没去 就真的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 我确实也是很生气 她也没跟我吵 然后我就把小孩丢在家里 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 外面走 到了十二点多我才回来 就小孩放在家里让她看 那一次她也没有吵 就这样了 然后又是冷战 大半夜的出去 在外面走的时候 都在想些什么 我就觉得心里很委屈 就在外面哭 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我就觉得 这就这么一点要求 她都做不到 雨昕 这个要求不为过 怎么没做到呢 就是变成有时候 她在做事 有时候感觉说 我们都算 好像说 我感觉我做一些事 也是故意在弃她 她做一些事 也是在弃我 对抗的 对 冷战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样子过日子 也不是办法 我就又很生气 其实那一次是非常地 就是说非常决绝 我想就说 把小孩带走 然后我就想跟她离婚 我想去法院取诉 跟她离婚 我不想再那样过下去 这一次我真的是想跟她离婚的 然后我就去法院 法院取诉 然后法院取诉 法院是有给她打电话 就说看要不要调解 她说不要再调解 然后随我 想离婚就离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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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电话